民進黨現在要不討論這件事 我老是跟大家說 不討論要罷免這件事 現在民間的人士還在進入 我們說的預賽的階段 因為最後會選拔3到5位進入總決賽 那現在這個階段就是說 要罷免的門檻這條最重要 所以這個許宇貞 就是國民黨的主公會主委 外號文山媽祖婆 他就去提了一個法案 說他要罷免的門檻 譬如說月圓支 月圓支頂級到八九萬票 七萬八 多少 七萬八 七萬八千 如果要罷免月圓支的話 一定要超過七萬八 這個是這個許宇貞的提案 這個提案提多久 這個提案不是這幾天提 已經提一陣子 放在那個委員會 伺機而動直接要拉出禁戶惡毒 所以兩三個禮拜 清鳥行動 也許一直傳出這個案子 會被拉出來 好 結果這兩三個禮拜 沒有拉出來 就在禮拜五那一天早上八點八 他們就直接把他拉進去立法院 好 那接下來之後 被發現之後撤案 撤案完之後 最賣人巡惠的是許宇貞 許宇貞 傅勤把這個案子抽出來時 你知道不知道 你是領嫌提案的 許宇貞說 沒有 要副委審查 我多多聽大家的意見 所以傅勤大支大支 傅勤貞勤沒有徵得 許宇貞同意直接給他送出去 是喝酒水 許宇貞說要討論 傅勤貞說 把他拉出去 在討論什麼討論 他說所有事我都承擔 是不是間接承認 他應該入 就是他 因為其他人沒簽名 其他人都沒簽名 只有傅勤貞簽名 所以許宇貞 你要表態一下 你知不知 支持禁負二賭 他現在說 現在給他 你撒一撒 不要 然後柯智恩 現在怎麼在這邊搞這種事情 好 這當然內部有一些 這一個翻攤 但是這一個罷免案是這樣 罷免要再累積仇恨值 誰仇恨值最高就會被罷免 所以開第一槍 當然許小新 許小新說 像現在這個仇恨值 為什麼要罷免 我給你搶 你如果敢罷免越言之就對了 你們只要敢罷免越言之 我就罷免你們五個 你如果敢罷免牛喜婷 我就罷免你們十個 你罷免我許小新說 罷免你三十個 要罷免大家罷免 怕什麼 越言之也不要怕 他的意思 他幹嘛把越言之發言 你敢罷免我越言之 我就罷免你五個越言之 就罷免五個 民進黨的立委就對了 這會的一件 還炒下去之後 整個都滾起來 整個都滾起來 因為 他是燃點就對了 越言之這禮拜已經 很低調跟低調 上節目的通告 抖到剩一筋一筋 現在要把他接都很困難 現在來都說文言論 像他剛才還會幫我說好話 就說王毅川 不一定會被抓去 剛才我們有調查出什麼 才能調王毅川 以前他不是這樣說 以前就說王毅川一定有事 而且會被抓去關 我哪有 越言之現在總控該有夠多 我真的事不會這樣 所以網路上現在把越言之 他以前有了 他以前罷免陳佩衛的時候 有三招出門投票 有沒有 影像有 以前在三區議員的時候 三區罷免 三區罷免 我們就把唐鳳都要逼他逼他 現在這個影片瘋傳 有人跟他說要罷免越言之的方法 是什麼 越言之自己表演 越言之做演完 這都許巧欣抓出來 業力引爆我的天啊 這不能怪越言之 這就是許巧欣抓出來 說要拚大家來拚 好 那這一個國民黨提這個門檻的改變 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我們說越言之 本來要罷免越言之只要58281 支持罷免 越言之就被罷免 現在改成要78135 難度增加34% 這很恐怖 現在這個難度越來越高 現在這個案子被撤回去 可是隨時都會拿出來 這個案子不是不見 他只是審查的進度 縮回去而已 縮回去而已 然後他們的理由說 不是 這不是為了謝國良 可是一開始就是為了謝國良 本地的百良 什麼百良 百良 什麼良 本地已經都消風氣了 士氣非常的低落 士氣非常的低落 清了行動之後還抓起來 因為徐宇貞一句話 說沒有 要罷免謝國良的門檻 還是那麼低 請大家繼續努力 整個士氣大政你知道嗎 本來想說 門檻這麼高 可能有困難 這百八良行動 這有困難 有拆良心 這困難 徐宇貞給大家鼓勵 還是維持那個比較低的門檻 你們要繼續努力 所以這兩天 雖然有欺欄也落大 拜登有夠多 公讀生大量出動 整個街頭沖沖沖 沖沖廟床什麼 整個觀光客有夠多 一點不是基隆的 也要去連署 不行 基隆本人 所以現在徐宇貞給我們鼓勵 鼓勵 副勵 證實了說現在門檻還是很低 所以霸良行動 就大家繼續加油 到法連這裡 八雄 八雄真的法連人 因為我實在是他們爸爸 給我頂來去法連就回到 八雄這個就是都 也是都往紅 他這百萬往紅 他現在這樣沖沖流來 現在整個法連 怎麼整個空氣你知道嗎 整國都說連署書 要去哪裡連署 都沒有人知道要去哪裡連署 因為就沒有連署在 有人去便利商店 用一張叫大家去掃 掃到他們 他們的簽簽 重點是大家簽簽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知道要去哪裡 因為我跟你說 到法連線選委會的衝刁 是 因為那個連署書 他把你的 我跟你講他的字 把你貼得比較大字 貼得比較小字 他公告只能用這個格式 你盡情連署的都不好 所以這一個還是要等到 明年二月一號 可以啟動罷免 那些連署書才有用 不過越言之 越言之最近比較低調 幫他講一下 他不希望成為焦點 你不想進入總決賽 所以越言之可能會 請他的支持者 全力力挺 譬如說罷免許小新 誰會 大家會都收到 收到那邊過去 許小新當然 不甘事說 為什麼是我 王鴻輝 許小新可能有說 王鴻輝那裡要添給柴火 他們要爭取 進入總決賽的機會 好 等一下 我們聽完這個名譽分析之後 就要看這個罷免有三種 我們再來看一下 民運有沒有可能真的火燒連環產呢 陳啊 甚至花蓮王有可能 有機會被罷免掉嗎 如果說你按照邏輯來講 確實是有比較難一點 那為什麼花 那個薛小新這麼酷 因為他就是安全選區 他強勢選區 松信 你看松信光是 就藍的就出了兩個立委 一個是王鴻輝一個是他 所以他當然就覺得 你罷我 我就罷你五個 五個我就罷你十個 他就沒想到也是 他覺得他沒有危機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國民黨這些人 就是死豆腐 不要死病毒 他就是也是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反正他也沒有想過 燕源之的心情 但是我必須講了 你說花蓮王 他不真的也是這麼酷 那這個事實都很難講 因為你看現在開始 都有一群人就開始出來了 花蓮王 我先來看一下花蓮王這個 花蓮王這個字比較小 但是事實上 他的這個霸連連署書 已經出來了 而且他有兩個聯盟 一個是花蓮新世代青年聯盟 然後一個是微光花蓮 等於說有兩個群組 現在開始增傷要來 罷免花蓮王 然後這個開始 連署書的這個 這個格式都先出來了 好那另外呢 包括這個雙北 還有桃園 也開始遍地烽火燎原 那我必須講 第一個是謝國良 待會我們會講嗎 剛剛分析謝國良 那還有這個 你看我們大安區的 大安打小槍 罷免羅志強 葉元支不好意思 他這邊的這個群組叫做 柿子要挑軟的吃 罷免要找葉元支 好啦 這蠻可憐的 然後再來這個 那個鬆性的部分的話 就是什麼 真心患覺醒 就要罷免許小新 那另外呢 這個有罷免張志倫的 就是中和立委 還有罷免李彥秀 還有阿爸王鴻威 這個都出來 好最後要來講一下 另外 你以為只有這個雙北嗎 其實不只 還有這個全台灣各地 像桃園這邊也開始出來了 就有開始魯明哲 還有這個牛許庭 新竹就是正正前 苗栗邱正軍 台中 這個全部包括 顏寬恒 羅廷偉 黃建豪 全部全台到尾 烽火連天 我最後要講 其實我覺得葉元支 也應該要今天覺得欣慰一點 因為根據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現在罷免的這個連署 就是這個在那個社群裡面的人數 其實最多最多你猜是誰 最多竟然是羅廷偉 羅廷偉高達他的那個社群的人數 就是說那個群組的人數 高達一千兩百多人 他是第一名 那再來第二名的話 是這個廖偉翔 廖偉翔有九百多人 然後顏寬恒是七百多人 那劉許庭有五百多人 葉元支你應該安心一點 葉元支那個群組 什麼市值要挑軟的支那個群組 只有七十八人 你已經宣傳 你還宣傳 板橋的民眾 七八不能再高了 七十八人是禮拜五晚上的數字 不要粗言不遜 尊重群組 現在板橋的青苗 趕快飛進去 現在是四百七十人 四百七 已經長了五倍以上 五倍以上 夠了 夠了 好 我們葉元支少不了 生活很美好 大家該怎樣看 十一住行育樂 五百就額滿了對不對 他今天有去陪老人弄那個端爐節 有 有 葉元支我要張學友的票 不要開玩笑 好 那你就知道說 現在就是這個遍地烽火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徐曉昕你不要太cose 因為你自己是安全選區 但是也有人 在開始罷免你了 但是你要想想看 這個其他人的心情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可以躲在安全選區